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真有本事 姜文账 哪里哪里 主要呢 还是你这批货好 我就不瞒你了 就这样的宝贝啊 我还有 你说啥 还有啊 我不跟你开玩笑 好男子啊 你看 我们何不究竟再干上一票呢 是吧 次亚一来 我们后半辈子的钱 全都有着落了 好是好 可是最近风声太轻了 这有什么嘛 这样 我安排一下 然后呢 你可能过两天面不了 自己亲自跑一趟 那这事情说定了 我得带你去 我得带你去消息 好的呀 好的呀 那我先走了 这都不好意思啊 你还自己留着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你还别说 这条小金鱼啊 还真挺漂亮的 慢慢看 慢慢看 走啦 走 任组长 最近我发现那个姜探长 行迹可疑 于是我就要跟踪他 发现他鬼鬼祟祟的 跑进博古斋 知道他去那儿的目的吗 组长 您看 这一件东西 就是他送进博古斋的 这东西没什么特别 你先下去吧 任组长公务繁忙 再下去不便打扰 我也不久留小泽君 宋本 替我送送 告辞 让上林把东西留在这儿 你的警方 可以 你拿一个冯票 可以 好 蓮組長把這個 留在這裡 就那天祸老二 把那小娘们带走 大哥这事办得他娘的窝呢 算了 别提了 要说兄弟那意思 他娘的 我当时就崩了他 算了吧 就凭你 老五 你什么意思 老五 我老六怎么了 我老六怎么了 行行行 老六 咱们还在小日本的地盘里呢 小点事 小日本 小日本怎么了 小日本老子就胖了 老子可是进过日本宪兵队的人 谁这么大胆 我去把他帮了 慢着 先别冲动 快去比方丢队长 好 走走 刁队长 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主长 这是我手下亲耳听到的 你回去立刻派人 调查这些人的底细 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属下明白 来 去吧 去吧 来 喂 来做咋吗 是我呀 江福 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有关华明翰 最近一隔世间的情况 你说吧 我听着 我一直按照你的知识 也没得监视和调查他的一举一动 不过呢 最近我发现了一些新情况 还是值得怀疑的 什么情况 就是啊 最近他总是想要主动地拉拢我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啥 这说明 你已经被他嗅到了 是吧 利用 那我该怎么办呢 小心应付 当心别被他利用了 好的好的 我心里有素的 我心里有素的 其实你不妨将计就计 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再对其展开 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你放心吧 我一定早办 江探长 你还有什么事 要跟我汇报吗 暂时就是这些了 再有什么新情况 我再向您汇报 好吧 那好 你要好自为止啊 好的 起司啊 还没回去呢 老江 华太子 你又死了 不不不 我没什么事 就抽了一点文件 我本来以为啊 这个时间 只有我在加班 没想到 我这都是瞎忙 没啥正经事的 话不能这么说呀 没正经事 谁会熬到现在啊 你话他早 不是也没有走吗 左腾总监下令三天之内 破掉华兴社这个案子 否则的话 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的人 就把我带走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这颗脑袋 就不是自己的了 这个事情闹得这么严重了 我这两天是没日没夜的查呀 都没有能查到华兴社的一点蛛丝马迹 眼瞅着脖子上这颗脑袋 就搬家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准备狠狠地捞上一笔 然后却扶盖院走人 华丹草 这不思为是一个好办法 左为上对待 江南长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 我跟你说的古董那件事 我当然记得了 我拿你当好朋友不瞒你 我明天晚上去收货 如果看货没有问题的话 实际就把它全都买下来 太好了 你帮我把货出去 咱俩 二一天作 太好了 这件事你交给我吧 你放心吧 这是地址 这是街头的领导 到上网了 聚餐库 你的咖啡 华探长今天找我来 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要通知我吧 任组长 我能不能保住这颗脑袋 就要养长天了 什么意思啊 这是华星社的地址 今天呢 是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 你华探长的手段 两天内查到华星社的地址 再用一天剿灭华星社 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听您的意思 特异科是不准备出手了 话不能这么说 您立下了军令状 要是我们再出手 岂不是抢了您的功劳呢 话说得也对 任组长想得很周全 如果这件事成了 那功劳是我一个人的 就算是败了 也只是我一个人掉脑袋 但是组长 我们现在是拴在一根 上上的蚂蚱 如果说放好了 华星社的余孽 找不回现手中的部件 到最后掉脑袋的 可不止我一个人吧 华君 吉日未见 为何如此憔悴啊 说实话 我是来跟三普君辞行的 何出此言 我已经快被特异科 逼得走投无路了 也许我们下一次见面 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究竟是为何 也难见 我是任欣 把江探长给我盯死了 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明白 记着 千万不要惊动他 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是 是 竟有此说 特异科此举 十余置华君于死地啊 是啊 我已经查到华星乱岛的地址 可是他们呢 依然是不遇不饶 华君请放心 凭你我的交情 我三普绝不会袖手旁观 我三普绝不会袖手旁观 患难先知交啊 但此事事关重大 我不敢贸然行动 所以请容我向大众司令官 请示一下 有你这番话 我心里舒服多了 报告处长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他们隐藏在 杂北的一间废旧船厂里 几十个人 咒服夜出 很有可能 就是华星社的漏潮 刁在这儿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 你的码头啊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他们来找我 想做码头的生意 我一看他们 就非常地可以 所以我就默许了 我的意思是 稳住他们 你刚说的码头生意 就是烟土生意吧 组长 属下不敢隐瞒 这是他们给我的 一根没溜 你这是何必啊 我也只是随便地问问 这东西 你还是拿回去吧 组长 我老雕一向光明磊落 公司分明 请组长明接 你放心吧 我们都是替上边办事 出生入死的都不容易 今天的事呢 就到此为止 多谢组长 快走 码头那边 你还要盯紧了 不要走漏任何的风声 明白 站住 来者何人 小兄弟啊 不要太紧张了 大家都是自己的 林牌拿过来 跟我来吧 走 开门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人啊 五爷 这人拿着令牌 说要见咱们黄团长 你看 是 是 这位朋友 你是混哪里的 怎么会有我们这儿的令牌啊 这位兄弟 我只跟你们黄团长讲话 还是麻烦你 进去通病一下好吧 你小子胆够大的呀 这没名没号的 上来就要见我们老大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老五 怎么回事 回来吧 老大 这是个野鸟 吵着要见您呢 这位兄弟想见我 先报个名号吧 我是谁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我们要谈的这批生意 什么生意 就是你手里的那批古文哪 我这次来 就是专门来看货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霍团长 就不要再考验我了 不了解你的底细 我是不会轻易到这里来的 不过你放心啊 我这个人嘴巴很牢大 不会乱讲话的 我只关心你手里的那批货 其他的事情 跟我一概没关系 你放心 这位兄弟啊 你是来谈大声音的 那咱们可得好好谈谈哪 走吧 好好谈谈 走 霍团长 走 这次干什么呢 买卖不成雷一赛吗 还你 搜索 走 走 任志长 这是上林传会的消息 江探长去了扎北废旧船厂 华兴舍也华兴舍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小沢 现在就把特医科搜索 如果有详细有详细 就马上知道了 有详细的 科长 属下已经基本查明了 华兴舍乱党的落脚点 还请您指示下一步的行动 华兴乱党缴债之机 别诱重了他们的阴谋轨迹 这次属下派出了多路人马 经过各方调查 所得情报完全一致 全部指向了扎北这间废旧的船长 通知下去 今夜展开轻角行动 是 大长 特医科 八时的作战 开始了 烟的地方没有烟 大长 今天怎么办 华兰探长 今夜八时 剑兵太尔二部队要派遣 将军事与巡警 将军事与巡警 攻击 是 等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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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咱们能用的棋子可都用完了 如果他们还是按兵不动的话 这盘棋可就没法下了 这但凡是会下棋的人哪 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可是他们怎么还是没有动静呢 玉婴棋必先尽弃嘛 好 进来 华探长 宪兵队小泽副官 送来一封三浦三郎的亲笔信 下去吧 师父 还是您这奇异高明啊 喂 华明翰 华探长 关于您昨日向我提出 联合查办华星乱党一事 我向上级做了回报 我们机关本部连夜开会研究 决定派出两个特工小组 全力配合华探长您的轻巧行动 任组长 我先要谢谢您 但是 线兵队那边已经准备出兵了 所以这次我就不想麻烦你了 华探长 您不必客气 正如您昨天所言 八年其实也是帮我们自己 今晚这么重要的行动 我们特医课怎么能够秀少旁观呢 既然线兵队那边愿意出兵 那我们就三方联合行动 这次势必彻底地铲除华星乱党 好 既然任组长这么说 那一切听从任组长安排 天天晚上在这儿熟着 累不累啊 大长 随分静静 纯三的贫草武装 能够带着手 但是特医科呢 特医科也不够带着 特医科也不够带着 战争开始了 就能够带着车便 对吗 那就是 写定了 是 写定了 写定了 是 都是小北 那边好像有动静 你快去看一下 是 大哥 待会儿看我的手势 让日本人先进去 大长大 大长大 不好了 不好了大哥 外面有人打进来了 大哥 赛点来了 赛点来了 跟我安静 好 你小子刚才说什么 五爷 我忘了 外面 外面有人闯进来了 别怀疑 怀疑 怀疑 谁是人马 都是人 具体的 小子也不清楚 他们 他们很羞猛 咱们兄弟 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们弄死了 看样子 人不少啊 弟兄们 吵家伙 冲出去 滚了 滚了 打出去 打出去 组长 里面好像有动静 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不着急 尽管齐变 是 有 武爹 好 武爹 武爹 早上好 是 突撃 快点 组长 他们已经行动了 咱们再不行动 好东西都归他们了 进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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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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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 老六 奶奶呢 老一身 老一人 老一公 老一群 老二 老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谁 为什么切开她的手指 她是华兴乱党的一员 我在检查尸体 既然是华兴乱党 为什么她的手被绑扎 华兰长 我感觉你 一定做出了有损大日本帝国利益的事情 你对我们一定有所隐瞒 我对你们隐瞒了什么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如果你想解释的话 就去找三部队长 小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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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看小泽君进来的时候 没想到江湖还活着 对不起 果然是没有冤枉这个江探长啊 你 这人不是之前西班的班同吗 是我的事 华君 月圆之夜发生的事情 果然是华兴射所了 果然是华兴射所了 三部队长 三部队长说得是 这是我们发现的 这是我们发现的 好 走 走 这是我们发现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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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发现的 发现的 这些人 被捕捕了 你马上带人去搜查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千万不能把东西 露在线边对人的手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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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兽中的部件 好 向队长 我看你也不用招了 这龟鹤线手中的部件 就算是在这儿 也已经被你们宪兵队的 榴弹给摧毁了 林队长 要不是我率先发起进攻 恐怕你们现在 还在外面喝西北风吧 要嫌 解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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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这么晚了 还不睡呢 我先去洗个澡 你这两天好像很忙的样子 宣布房事情多吗 可是再忙也不能不招家呀 今天晶晶还问起来 她说爸爸去哪儿了 你让我怎么说 我知道 我下次会注意的 老花 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夫妻之实 但是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我们之间 是应该坦诚的 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可是现在你看我的状态 我真的很担心 我真的很担心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知道吗 很早以前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他们两个人在日本相识 相知 相爱 后来约定 相守一生至死无欲 可是后来 九一八十便爆发了 男孩决定退学 返回国内 报效国家 女孩也一无反顾地跟着回来了 他们本来计划 男孩回到天津 跟家里那个人退婚 跟家里那个人退婚 然后返回上海 想这个女孩当面救完 可没想到 男孩家里发生了变故 他们没能走到一起 也许是缘分不够吧 他们就这样 分开了 对不起 我为我之前的态度跟你道歉 这些年 你先 你只说 谢谢你 谢谢你 大沢君 对不起 我没有能够守着 这些仇仇 必须取得 这是圣仙那边写 谢谢 谢谢 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要在上海再属下 明白 在想明白 这些仇仇 来 许哥 在下告辞了 总监 这个是清教华星社的资料 您过目 我去 资料 你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 难怪 维廉处长对你如此地器重啊 我分内的事情而已 你也不要太过分自信了 我会为了这个案子 向公布局送一份材料 为你争取一份佳奖 对于各方有一个交代就好 至于佳奖我就不妥想了 这是你应得的荣誉 也是我们景物处的光荣啊 谢谢总监 上杉課长 上杉課长 火神社は壊滅了 但 不然 我认识不明 这是什么呢 私にも全く見当が尽きません 主に二つの可能性がある 一、時計の部品は もうフォアシンシャーの手から離れてしまった 二、フォアシンシャーは まだ完全に壊滅していない 各課の分析は理にかなっております どうすれば良いのか分かりました 上杉課長 木下の形勢は 一刻を争うぞ 行動は迅速に 身を捨てて 浮かぶせも荒れだ さもないと 我々はおそらく のっぴきならぬ立場に 落ちいるだろう 将軍閣下 ゆりいちごの物品を取り返しました 特務も その命を落としました 今後どうだ この前はタンションフェイだった 人々の邪魔がないと とっくに反乱分析をつぶし 時計の分析を手に入れている その上黄金の行方も未だ知れない 主に 特一家の仕事に 失敗が重なっているのに 関係あるでしょう 今度こそ やつらを許しはしない 報告します 確か お電話です 警備室につなげました もしもし大塚だ 大塚君 井戸仙達だ 井戸君 ちょうどいい 今電話しようと思ってた 要件は何だね 聞いたんだが 今回の作戦で 君の密定がまた しくじったらしい 隠された事情があったんだ 事情のことは知らぬ ただ君たちの 度重なる失敗によって 憲兵隊が 大きな損害をこう思っているのだよ このことは どう説明してくれるのかね 今日電話した理由は まさにそのことだ では井戸君の考えを 私の現在の局面は 全て巡査から 二人の裏切り者が出たせいだ よって この賠償は 私に要求するのではなく その二匹の犬を 主人である巡査に 我々が共同で求めるべきだ 今までの作戦で 我々憲兵が被害は明白だ よって 賠償に関しては 我々憲兵が七割以上もらわねばなら その件に関しては 私も 君たちの境遇に同情する そしてさらに 賠償の上でも一歩譲ろ どうだ 四六でも いいだろ井戸君が そこまで言うのであれば 君に任せるとしよう 君に任せるとしよう じゃあ約束しよう 共同で代表を決め 交渉に当たらせる 交渉に当たらせる 好 衛田所長 貴方作為租舰内的執法機関 在您的警備隊伍中 連續出現唐雄飛和江湖 兩位滑行乱党骨幹分子 給我們先民隊和特役客 造成人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 您對此有何具體看法 梁武隊長 對於此事呢 表示深深的建議 禁憑一句道歉 就能使我們死去的士兵 七四回生 坍塌的先民大樓 恢復如出馬 三部隊長 您別生氣啊 都是我本人工作失常 才會造成貴 威廉處長 如果你們不能儘快地拿出 合理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只能向工部局提出申訴 到時要仍不能得到解決 那我們大日本帝國住戶總領事 將會直接與貴部總領館對話 以期用外交方式解決此事 別別別別 兩位隊長 還是在我們警務處和貴部 兩方互相協商解決為好 畢竟鬧到上面 大家都不好收場 是吧 這是我們統計的損失結果 請您過目 好好好 這兩位隊長你們是開玩笑吧 你們看我這 我這警務處就是一清水衙門呢 就是把我們所有人的身家性 都搭上 也不及這十分之一啊 那您覺得該如何解決呢 這這個數目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 三浦隊長 要我看不如我們雙方 再承擔一部分的損失 由威廉處長賠償我們黃金八百兩 您看如何 那我們的損失可就大了 五百兩 五百兩 這是我們警務處 所能承受的最大的限度了 我認為這次有機會 在我們的損失 就是我們 可以換一下 然後我們來給妳看 我們現在可以走 我們現在看幾個小小小的 我們轉到一個小小的 這次走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